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层放电的时候发出来的光 也是电荷产生的一种能源 像是雷电交加、电流、触电 引申为迅速像是风驰电车 也可以指跟电力能源相关的事物 电锅、电梯、电脑 或者是电报、电话、电讯等等的讯息 像是收到集电来电达零 西州的江子牙写了一本兵书《六涛》 又叫做《太公兵法》 用周武王跟江子牙对话的形式来写成 内容主要是在讲述治国、治军跟战争的理论 其中有一篇 周武王就问他 作为一个王者 带领的军队应该要有哪些辅佐人才呢? 江太公就说 一个强大的军队应该要有72个优秀的幕僚 至于在阵前奋勇杀敌的将领 则应该兼备、智慧跟魄力 平常负责调度武器装备 一旦出征就要像风和电一样快速 杀的敌人措手不及 完全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 风驰电车是从这儿出来的成语 形容速度非常之快 三国时代 王毕在筑解《易经》的时候就说 天地虽大富有万物 雷动风行运化万变 这里雷动风行 就是说打雷刮风的自然现象 后来呢 白居易写了一篇文章说 雷动风行 日隐月长 上意其齿 下成其思 引用了王毕这句话来说 上行下效的快速 雷电声势惊人 也像是人的行动果断严厉 韩玉在朝周刺史卸上表里面就说 自唐宪宗即位之后 努力扭转 以见衰微的国势 开创新局 所搬行的政令 雷厉风飞 指的正是政令执行严格迅速 雷厉风行 就是经由这一连串的演变而成的 比喻人啊 行事严格迅速 汉朝的大臣贾山 写了一篇文章 以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呢 强调帝王应该听取臣子的劝谏 重用贤士 贾山认为 君主的权位至高无上 可是如果威势太盛 就会像雷厅跟万军的重物一样 让人望之雀步 这样一来 国家就没有人才了 纵使有圣君圣王 也很难长久安定 后来 雷厅万军 就用来比喻威力强大 势不可打 雷这个字啊 在网络上有别的意思 起源于日本的 尾达古文化 在网络上面呢 讨论作品的时候 如果内容有透露剧情 就会特别著名 因为日文泄露剧情 这个发音呢 近似于 所以在台湾就有人直译 就是变成雷 就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 像是影评内有雷 如果有人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 说出了电影的重要剧情 就叫爆雷 另外呢 受到大陆网络的影响 雷有很糟糕 出人意料的意思 要说一部电影难看 就说 哎呀 这部电影太雷了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 转发了 Å 请 sociedade 订阅明镜